現在國泰的員工被歧視 歧視的風波 博士你都知道了 怎麼看這件事 原本是一個笑話 這些員工後來都發酵到這麼大 你看到中共的官媒、黨媒都一致的口誅不發 香港政府的特首都要出聲 接著林少波都幾次道歉 甚至又用普通話去道歉 這間上市公司 理論上我就不方便直接說它 但是這件事 我想帶出一些東西 背後本身 當然 我想有些機艙人員這樣說話 你不要說對什麼人 對什麼人都不對了 但是為什麼它這樣說呢 背後也有很多怨恨跡 你都看得到 這種怨恨就不只是 如果你說那些空姐 就代表香港那邊了 不只是香港人積了這種怨恨 這種怨恨在大陸也是積了很久的 你看到的 就是大陸他又需要香港 但是他又很討厭香港 就是這件事你是看到的 那為什麼很討厭呢? 一發生這些事 你看到那些官媒的後事 馬上摔出來 大篇文章做 那其實這種這樣的批鬥呢 當然現在都很成行 但是要特地選擇這裡 擺明其實是有一種針對 覺得香港是一種西方的代理 來搞事的 來破壞的 總之眼中的所有香港人 其實都是那些人 都是那些西方的代理人 最好以全部清招而以後快支那樣 這種這樣的批鬥 批到你了 好了 跪在那裡 像跪玻璃那樣認罪了 然後是用他的話說 說得不涵淡這樣 其實是故意要落你的面子的 是羞辱你 用一種羞辱你的方法 令到你是... 要不然的話 你就留在那裡做一個奴隸也好 或者是一個二等三等人也好 這樣的一種效果 因為效果其實呢 當然啦 你如果從一種大陸人的一種慣性的心態去想 其實他們的基因是這樣的 是喜歡罵人 喜歡羞辱 以這種為一種快樂 一種滿足的感覺 當然一下一道氣就挖了 但是長遠一點的效果就是 其實變相是一種... 你有你軟對抗 他們也有一種軟對抗 對抗你 讓你是知難而退 讓你走 然後給他一個位置 給他回香港 我想其實那個目的是這樣的 你看到一直做的事情 其實是 所有事情都是跟香港換血洗乾淨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說 你也可以說是摧毀香港 就是香港如果沒有了香港人的 沒有了香港那種這樣的特質或者氣質 那香港都不是香港的 當然你還可以叫他香港的 但是其實他現在都企圖不叫這裏去香港 叫他大灣區 那你如果整套東西這樣看 他一直其實有很多的 蛛絲馬跡種種的行徑 都是趕著這裏的人走的 一會兒是拉 不是拉 就叫你移民啦 不是叫你移民 不是叫你移民 就是可能叫你去他所謂的大灣區 大灣區在哪裏 我都不太清楚 大灣區就包括香港 按他的說法 那去大灣區就養老了 如果不是的 就是用這種這樣的方法 讓你不舒服 然後離開 就是當你譬如有一份工 變成沒有一份工 或者有一份工 你就算留在那裏 你都做得很不舒服的時候 那你就會走 而你明天同時間 他就不斷大量的輸送那些人來 你看到最近很多那些 什麼輸入外勞那些 是開了綠燈的 數以萬計這樣推過來 那現在人找不到工作 香港那裡見你資料這麼低 其實就是趕走你的 然後退那些下來 那這個是一個很快的方法 所以你看到整個部署 它根本就是和這些換血 這個換血也不是今時今日才的部署 在說2003年那些所謂的自由行那些 已經在做這件事 大量送那些人下來 然後搞什麼通不通 打通所有渠道 資金的渠道 公路的渠道 全部打通了 其實可以直接隨時 任何時 如果他要所謂佔領這裏 或者要洗乾淨這裏 其實是很快脫 很容易 其實他現在 這件事 你是在反映著他背後的心態是怎麼樣 你看到他想做什麼 就多過看事情的本質這麼簡單 比如你擋住他本身 誰錯 誰對 其實這個無謂 就是爭論這件事 但是你看到他背後想做什麼 動機是好像 有什麼經濟的好果 例如外資有走資 所以你知道中國大陸的反間諜化 擴大了 香港也有一些公司走了去新加坡 有一些投資公司 1,800億這樣的上海的規模 都要填紙營運了 離開香港 那我想你任何資金都是 如果你不歡迎的 或者是這樣的態度 那當然人家要走用什麼 你要人家來就難了 要錢來就難了 你要人家走很容易 反正人家是外資 本身都不在那裡 你要人家走很容易 所以我想那個效果就是跟我們之前講一樣 你把口說 打嘴炮說要給錢 給外資無用 實際上你在做什麼 大家有眼看 觀眾還說 如果接下來大陸的經濟蕭條發生 留所在這裡 留所在香港 但是又沒有能力移民的香港人 如何是好 這句話都有點悲傷 博士 沒有能力移民 你就做難民 那時候越南都是這樣走的 你看現在那些打仗區 那些都是難民 其實老實講 你現在香港很多人走 其實那個心態上都不是移民 都是難民 你看到有些人走得很急 就算不是說真的因為什麼事 犯了發什麼事都好 其實都可能沒有什麼部署 都不覺得很向往 或者去那個地方可能都沒有去過 就中間過去 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沒有人發 現在他在做的事 是逼你走這條路 你有路就走 沒有路你就在那裡人 沒什麼可以怎麼自處 我也覺得大陸不會很蕭條 蕭條的意思就是一個很大幅的GDP收縮 有定義的蕭條這種事情 但是他不是很蕭條 但是他一直長期地躍著走著下坡 其實你在一個這樣的角度來說 你都不會很舒服 老實實 人是期望住一個好的地方 有進步感的 你看著這件事都在打倒吞 現在有些事情很近身的了 說減薪 他真的說動你動你 要你減薪 減薪 減薪 那大陸已經在做著了 遲早到香港都是這樣 如果這件事發生到你身上的事 你的感受是會很大的 我最後想問一下大陸的話題 大陸的樓市 無其不妖 可能之前我和你聊過 什麼年首付 低首付都發生過 這次不是這個 是副首付 副首付是什麼呢?副數的付 就是買樓的人 原本假如他這個樓市520萬 但是他開發生或者中間的一個貸款 是570萬 那給50萬他做什麼? 他去裝租給他 那這樣的銷售手法博士 是有這個風險的 風險是極大的 那些表面上騙你買的 就是讓你覺得好像第一一下就是傻了 但是你簽了那個藥之後 買賣協議之後 其實你就什麼都不債上身了 你本身那條數一路要供的 所以你看你是否在眼前 我想人沒那麼蠢 你能買樓的話 你就知道你一路要供的了 那你一路那條數才是真的 不只是免的那一股 有多少優惠 有多少節優 不是這麼簡單 那如果那個樓新了 或者是那個買家想不到 那就真是大件事了 如果那個樓升了就沒問題的 升了就有錢賺些 跌了呢?跌了呢? 當然了 現在的樓價在下跌 你下跌就麻煩了 你下跌的時候 你怎樣買都有問題的 你買了都是會資產縮水的 當然如果你說做了一個槓桿盡 可能它有十成按揭 或者甚至它現在變成不止十成 即是首期都不用你給回頭 你去到一個這樣這麼盡的槓桿 其實那個救賣力真的很差 救賣力很差 就是你都看到它 都看到前景是很淡 所以才做這些事情 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都是他目的去貨 是吧? 當你正在升的時候 大家都想要 跌的時候大家都不想要 你發展上一樣的 他都會訂貨去散貨 如果你明白那個背後 他這樣做的動機 那你很自然 你自己都會打算 那當然樓市的看法各不一樣 有些人總是 那你有一單交易 就是有一邊賣有一邊賣 就是有一邊看淡有一邊看好 你成一單交易 那既然這個世界上永遠都是 有賣有賣 那沒有東西要說的 那你譬如說 你真的要用的 或者你覺得有些盤 我不知道啊 有些可能銀主了 很筍很傻的盤 你覺得OK的 你就想想 你自己個人要計算 就是這樣的 宏觀環境 老實講你說 入市來講 真的是差一點的 現在普遍 我不是只是大陸香港 全世界都會 你對一些這麼大的槓桿 或者高風險更高的資產 其實是審慎了很多的 今次這樣 好 麻煩師傅 好